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部中华民国的建国史 没有先总统讲功的来台建设 就没有现在中华民国的富足安乐 当然 后面陆续发言的台中市郑兆新副市长 立法委员杨琼英女士 及陆军官校校友总会理事长罗继琴将军的发言 更赢得在场群众如雷的热烈掌声 因为我们有一次的信念 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 我们住的地方才是台湾 我们热爱这片土地 更希望它能更加繁荣兴盛 绝不容许任何有心政客诋毁及侮辱它 感谢承办单位的用心 中间的影片让我们又再次回顾了 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壮烈 我们一定不负先烈一致 共同为努力保卫中华民国而奋斗不懈 最后在好几个团体的精彩表演 及理事长的简单结语下 结束了这个精彩的活动 我们期待明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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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问陈军履历秩序 参与活动惊力宜兴 火前成效 要稳皇骨精神 反显复得精神 精神到连打文贵中心的现成 欢迎 那今天特别致上的我们的一个 皇骨建军建效 一台中年的一个广州 特别要来接受我们的一个 皇骨的精神 让我们会过皇骨荣耀百年哦 好 各位大家 歡迎收看小明星的掌聲鼓勵 掌聲鼓勵是華浦海鮮 各位導演 孝敬有功力爭奪 我們一起迎接華浦的下一個 第2個海鮮哦 非常開場 感謝各位最大選演 還有我們今天目前參賽者是 今天由我們的參與 我們備館光臨 我們舉辦這個百年的 消敬的慶祝大會 最主要是要領序我們的民眾相機 還有我們華浦的曹澤西 最後謝謝各位參與期間 歡迎大家踴躍訂閱800溫馨家族 並請點選小鈴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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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